据韩国国防部消息 韩美2024年大规模联合军演自由护盾 将于3月4日至3月14日举行 当地时间28日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和韩美联军司令部公布了演习日程 演习将包括空中突击 战术实弹射击 控对空射击及控对地轰炸等 参谋本部负责人表示 去年3至4月 韩美共进行23次以外机动演练 而今年仅在3月份 就计划进行48次 此次连演将反映最近安全局势投入各类武器 演练重点将放在执行多维度作战 和摧毁朝核威胁之上 相信此次连演将有助于增强韩美同盟的应对能力 联合国军司令部成员国也将参加此次连演 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方面将视察监督演习情况 2023年美韩重启联合演习期间 朝鲜曾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抗议 中立国相当中而言 感谢观看